我们今天要来访问 推广台湾观光的重要人物 就是我们交通部观光局周永辉局长 欢迎局长 大家好 局长 局长 想请问一下 台湾吸引旅客的观光特色是什么啊 有人情味 还有山景 海景 最重要的是美食 台湾美食 那最能代表台湾的美食文化是什么呢 有非常多元 而且独特 那么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在地的食材 那局长 如果想要请你当导游 您会怎么样带外国人吃我们台湾的单餐啊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早餐的饭团 还有配豆浆 中午是满满的一碗霸尔牛肉面 然后还有吃台湾最重要的珍珠奶茶 晚上呢 卤肉饭再加一个卤蛋 是不能少的 然后再小笼包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丝木鱼丸汤 哇 美食耶 那您自己最喜欢的料理是什么啊 我最喜欢吃冰龟炒米粉 金瓜炒米粉 哇 好好吃哦 那讲到美食 台湾是不是有一个美食展啊 当然 绝对不能错过 而且不能忘记 7月21号到24号 有四天在台北展出的台湾美食展 那美食展的最大特色是什么呢 它是非常多元 而且独特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多的这个不同的各国的这个文化美食 那在美食展里面我们可以吃到什么样的美食啊 台湾味最重要啦 我们有台湾的在地的这个料理 还有呢 客家菜 还有可以看到我们的原住民的风味餐 还有不可找的就是日本料理 还有法国料理 还有最重要的铁路便当节 还可以吃到我们这次铁路便当节邀请的日本韩国还有瑞士 那么满满的这个品味 哇 真的好丰盛哦 不过除了吃美食之外 局长 你有什么夏天的推荐行程吗 夏至二三五 我们在台湾的北回归线上 那么可以吃到最好吃的爱玉冰 而且呢 还可以去骑骄车车 而且还可以挑战我们的灯塔旅游 好棒哦 希望下次再跟局长聊聊台湾味 谢谢 谢谢局长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